在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说的就是二次元四大邪教 那么这四大邪教分别是指哪些作品 本期视频就来盘点一下 东方Project是日本同仁游戏社团 上海爱丽丝换乐团 制作的一系列弹幕设计游戏 并衍生出了漫画和小说 虽然社团名字含有上海 但其实和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纯粹是因为创始人尊喜欢东方文化 认为上海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 于是起来这个名字 尊被粉丝称为神主 游戏的程序 人设 美工和音乐 几乎都是由神主一人完成 从1996年到1998年 神主一共发布了五款东方系列游戏 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直到2002年推出东方红墨香 才逐渐火了起来 优秀的世界观 绝妙的音乐 和歌剧特色的人设 让这个系列受到众多粉丝的追捧 东方的粉丝也被叫做车腕人 因为繁体字的东方和车腕相似 而随着神主完全开放二创 那些出于热爱的粉丝 纷纷为其添砖加瓦 基于游戏进行的大连二次创作 其中包括动画 漫画 小说 游戏等众多领域 正是这些源源不断的二创 让东方持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成为日本三大同仁奇迹之首 那么东方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就拿日本最大的弹幕视频网站 NikoNiko举例 里面播放量最高的视频 就是东方同仁单曲 Bad Apple B站从2009年创战开始 一直到2014年 东方的同仁创作数量 一直位居游戏区第一的位置 Bilibili的后坠干杯 就是出自东方的二创视频 英雄联盟中拉克斯的设计灵感 来源于东方中的角色物与摩里沙 他的大招终极闪光 是一个德语词汇 出自摩里沙的福卡摩炮 网上广为流传的 此生无回入叉叉的句式 也是出自东方同仁圈 而且无论是日本三大同仁奇迹 还是恩战玉三家 以及本期视频所说的四大邪教 东方都有一席之地 可见其人气之高 Love Live在成立之初 是一个多媒体校园偶像企划 企划包括音乐 电视 广播 动画 游戏等等 主要以偶像本身 而非具体作品为卖点 2010年公开这个企划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启用的声优 大部分都是默默无闻的新人 发布的第一张单曲 销量只有惨淡的434张 但他们依旧怀揣着梦想 在一次次活动中积累人气 不断成长 直到2013年动画播出 引起了巨大反响 他们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 故事讲述九名少女 为了拯救面临废宵危机的学校 立志成为偶像 从第一次演出的空无一人 到最后决赛现场的座无虚席 九名少女通过努力实现梦想的故事 打动了无数观众 动画夺得了当时的一月霸权 歌曲想待灰夜之声起舞 直接血洗B站宅舞区 妮可更是凭借一句 成为鬼术区女王 各种捏她恶搞图片 也在宅圈迅速传播 掀起了一股拉拉大发好的热潮 邪教之名也因此流传开来 而在动画之外 九名少女在自身的努力下 登上的地位相当于 国内春晚的红白歌会 演唱歌曲那就是我们的奇迹 Long Live能够一直走到现在 是他们和粉丝在内的所有拉拉人 共同创造的奇迹 彩虹小马是美国孩之宝公司 在1983年推出的一款 面向女性儿童的玩具 当时为了宣传玩具 推出了一系列动画和漫画 不过前三代作品表现平平 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直到2010年 孩之宝邀请飞天小女警的编剧 劳伦福士德制作的第四代动画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彩虹小马有仪就是魔法 动画讲述一批名将 目光山山的小马 他十分热爱学习 却忽视了其他重要的东西 于是目光山山的老师 派他去小马谷学习友谊的故事 该作凭借优秀的人物设计 个性鲜明的角色 以及有趣的剧情编排 一经播出便风靡全球 以相当惊人的速度 侵蚀了欧美各大窄网 相关同仁创作的数量 一度誉为全球第二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部面向小学女生的动画 却受到无数成年男性观众的喜爱 美队的扮演者克里斯·埃文斯 就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是马迷 还有钢铁侠的扮演者 小罗伯特·唐尼 steam的创始人鸡胖 甚至连美国军队中 也暗藏很多马迷 这类粉丝被人称作browning 也就是bro和pony的合成词 因为人数众多 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时代周刊杂志 曾将browning列为 2012年十大流行词汇之一 可见其影响力 而这部动画 就所以能够受到 众多粉丝的喜爱 原因很简单 就是好看 无论你是什么年龄段 无论你是现冲还是御宅 都能在彩虹小马里面 找到喜欢的部分 剑C是脚船和DMM合作 推出的一款网页游戏 以二战时期的 海军军舰为题材 玩家可以在游戏内 收集 养成 改造各种军舰 然后与敌方舰队进行战斗 游戏一经问世 便大受好评 仅仅半年时间 注册人数就图 克南的作者青山刚昌 就非常沉迷剑C 生病住院的时候 都在干游戏 还在克南官方APP 发布自己的战果 每当游戏出活动的时候 青山老师就以外出取材为理由修刊 其实真正在干什么 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连中国正贵的综合性军事期刊 《现代兵器》 都一改严肃风格 启用神似剑娘风格的插画作为封面 而随着剑C的爆火 各种剑船连游戏不断涌现 国之将往满地剑娘 这是形容当时的盛况